新闻脱口秀 比如说榴莲馅啊 还有流星馅 还有草莓馅的里面 哎呦 喜欢吃甜的 岁月流转 时光荏苒 木人回首 已是中秋 大家好 我是喜欢月饼 喜欢团圆 喜欢中秋的王号 这几天呢 围绕中秋的话题 一直占据着热搜榜 中秋是个什么秋 你想和谁看月亮 月饼你爱什么味 等等等等 哎呀 他乡纵有当头月 不抵故乡一盏灯啊 今天呢 咱们的互动话题 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 你和月饼的故事 你吃过的最奇葩的月饼 你家中的中秋月饼 都是怎么吃的 是分着吃 还是整个吃 啊 互动方式已经在屏幕上了 我在手机这一端 等你来分享 嗯 好 说天下 我们马上来说新闻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死时 观众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等等 等一下 怎么着 这是要主持中秋晚会了 今天 可是不是因为 昨天晚上看了 河南卫视的 中国节日奇妙游的 系列晚会 看的嘛 就是一个节目 接一个节目 感觉这个晚会吧 就缺咱俩这样的主持人 所以说一时吧 这个影就犯了 就想来两句 我觉得吧 这如诗如画的中秋之夜 月亮才是永恒的主持人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一起来穿越到梦幻的中秋之夜 感受浓浓的文化之美 刚才在拉海说 这晚会做的是真棒啊 看鹤舞长空水墨交融 听司主管弦 鼓尖对话 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化大秀 一个跨越千年的飞移舞台 好看啊 央视总台的中秋晚会呢 明天晚上八点也开播了 在这呢 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台晚会都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我来说啊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 盲盒装秋晚 流行元素这盲盒 怎么个玩法呢 介绍一下是这么玩的 日前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秋晚会呢 发布了一系列剧透盲盒 只要点击盲盒动图呢 里面装着的秋晚节目 便会悦然眼前 带来开盲盒般的互动体验 这个真挺新鲜啊 这个剧透盲盒呢 是以剧透节目概念 舞台的元素方式来进行呈现 不仅是画风精美 设计小妙 蕴含了诸多关于秋晚的惊喜 这满满都是细节啊 没错 盲盒一大堆 我们就不剧透了 等着你用自己发财的小手 自己点开 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 这节目的细节 咱们可以不剧透 但是总台秋晚的节目单 这也咱们必须得倒不倒过 我研究了一下 这个节目单呢 它是分为上中下三篇的 基本上呢 节目类型都是歌曲歌舞 众多歌手都会亮相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必须得说的 总台中秋晚会 首次在海外同步播出 说说啊 美国中文电视台 加拿大新动力传媒 肯尼亚斯维席电视台 阿联酋中阿卫视 马来西亚的Injourn TV等 境外媒体 以及澳广市澳门有线电视 将同步播出 在这儿我们还必须得重复那句千古名句了 海上声明月 天涯共刺时 春秋晚赏玉盘 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五元 那我们说了 这月亮也不能白看 咱们得边看边找点知识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说 在连续三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六元之后 今年中秋当天 公众可以欣赏到农历八月最圆月 最圆的时刻为二十一号的七点五十五分 可惜了啊 此时呢 正值我国的白天 要想看到月亮不太现实 人们可以等到日落之后啊 夜幕降临之时 虽然中秋夜晚的月亮不是最圆 但与最圆时刻相差无几 我们用这个肉眼啊 几乎是分辨不出来 那我们要问了 中秋当天什么时候赏月最佳呢 答案就是在日落后一个多小时 希望明天晚上沈阳晴夜月明 我们就可以赏月了 我们在这儿再补充一个知识点啊 从2021年到2023年连续三年 这中秋啊 都是15的月亮15元 而2024年的中秋 又回到15的月亮16元 那因为天气的原因呢 辽宁的朋友 今年可能要错过赏月了 不过和家人团聚 看一看文艺节目聊聊天 就是中秋最美的记忆了 好 说点下我们新闻继续 中秋节呢 是和家团圆的日子 可是为了守护群众 让大家过个好节 还有一批人 放弃了和家人和家欢的机会 奋战在一线岗位上 比如说最近 一位浙江温州月清的景嫂 就晒出了一张来自丈夫的请假条 看到网友直呼破防了 破防了啊 这到底是一张怎样的请假条呢 我来给大伙来读一读啊 亲爱的 每逢佳节被私亲 中秋佳节我要值班 还要值勤 无法回家陪你了 特请假三天 请假人 蔡永锐 这写得好简单啊 我觉得我要是警嫂 我就得给她回一句说 你哪年过节回过家 不是妙姐 就你这觉悟人还怎么开始工作呢 对吧 人家蔡永锐的妻子 是以实际行动作出支持 直接发了一条朋友圈 配篇配文 批了 看来警嫂真不是一般人 太撒了 因为丈夫的工作性质特殊嘛 很多警嫂都是三头六臂 要管孩子上学啊 要照顾双方老人 还要料理家里大事小事 自己还把工作干好 挺不容易的 其实也是没有办法 蔡永锐也说了 她所处的这个派出所呢 是位于欧江边 每年中秋呢 都会有群众集中在江边观潮 为了确保观潮群众的人身安全 他们所每年都会派民警职守 自打她入境以来 几乎所有的中秋节 都是在单位里度过的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呢 原本两个月能回家一趟的 蔡永锐更是咸有回家团聚的时间 一个是无私奉献 一个是全情知识 这样的组合 真的是让人感动啊 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太棒了 对 要点赞的呢 还有下面这群可爱的医学生 为支持福建全州疫情防控 从9月17号到今天 全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 180余名师生 一直在一线轮岗开展防疫工作 这批逆行的天使 行动之快 真是快出了00后的风采 全州呢 是在9月16号 启动大规模核酸检测 全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也是在这一天开始招募志愿者 没想到啊 在一夜之间 这暴明的微信群人数激增 第二天 学校180余名师生 就集结完毕了 这当中呢 除了21名带队老师之外 剩下的160名学生 都是00后啊 看看这气势 就是要与疫情战斗到底的架势 都是好样的 我们的学生呢 是本该被保护 今天却成长为了为抗疫的战士 义无反顾地走向前线 去保护人民 让人感动啊 是啊 守护我们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超人 而是十四亿同根的家人 感谢所有中秋节 还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是你们牺牲了小我 成就了大家 真心感谢 祝你们中秋节日快乐 中秋节日快乐 中秋将至 估计呢 大伙儿也是看了很多 各种新奇的月饼 最近各大高校呢 也为师生精心上心了 特色月饼 北京大学推出 北大版中秋月饼 中国矿月大学的校业明星 黑天鹅 可爱软糯的玉兔 立体生动的莲花 在月饼上亮相了 这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 和一饼 有十六种馅料 这个呢 取自北航的小训 同济大学呢 独创Q弹的 马蜀月饼 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了魔方礼盒装月饼 趣味十足 既有深意 又极具观赏性 就是这么漂亮的月饼 哎呀 容易下不去口啊 看了这么多 各位 您最喜欢哪家高校的月饼呢 中秋呢 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啊 月圆人团圆 但是呢 有很多职业 越到节假日越忙碌 比如说空城人员 对 在众多的空城当中呢 还有一种相对特殊的情况 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空城 据少离多 他们呢 也被称为双飞家庭 就比如说 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两位 中秋节了 不能在家陪你 你在家里照顾孩子 辛苦了 中秋快乐 老公 放心家里 我会照顾好的 顺利飞行 杜伯文和林美希 就是一对双飞夫妇 同事乘务长的两个人 由于工作性质 经常是一个飞三亚 一个飞乌鲁木齐 一个飞上海 一个飞成都 两人总是交错于万米高空 比如说我飞航班了 我的爱人可能在家 照顾孩子 可是我刚落地 我爱人可能就飞晚班 又又要出门了 然后我的爱人回家了吧 我有可能要飞过夜 就是这种据少离多的状态 是非常是非常常见的 虽然据少离多 但是在准备式的擦肩而过 在相邻飞机中的隔窗相望 都是两个人生活中的小确幸 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也让杜伯文和林美希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乘务员的责任 疫情期间 杜伯文接到了 执行辽宁医疗队 驰援湖北的包机任务 当时妻子林美希已经怀孕 但她还是一无反顾地支持丈夫 就是我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民航人 在做这个职业的时候 就是有这种 应该有这种职业的素养 就是对待工作 要全力以赴 不管是什么时候 旅客需要我们 国家需要我们 我们都应该舍小家为大家 就应该冲上去 然后疫情爆发初期 我的肢体非常担心我 其实心里是非常担心的 但是因为我们职业赋予的一些责任 其实一方面 它会特别特别理解我 然后也是很支持我的 在机舱中 他们以亲和精细的态度 去服务乘客 回到家里 两人也倍加珍惜 难得相聚的时光 如今两个人的孩子 已经十个月了 这个中秋节 也是一家三口过的 第一个中秋节 但杜伯文还要执行飞行任务 当15的月亮升起来时 杜伯文应该还在回程的航班上 我就想对他说 老婆辛苦了 在家照顾宝宝 还要进行飞行 我在外面飞行人比较多 在家里你比较辛苦 爱你 有我在家陪孩子 他一样也很幸福 而且作为父亲休息时间 能在家多陪陪孩子 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双方都在家的时候 我觉得任何一天都可以当做节日 在我们的采访结束后 林美希也整理好行装 在和孩子告别后 开始了新的飞行任务 而他们只是众多坚守 在工作岗位的 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 也正是有了他们的付出和陪伴 才有了旅客们 每一次安全的飞行 每一次的舒适之旅 这样的感情 这样的夫妻令人动容啊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很多地方就提倡就地过节 于是乎呢 看电影就成为了 大家过节的一种特有方式 赏乐赏花之余 也可以去影院欣赏嘉片 这个中秋节呢 十多部芯片齐聚中秋档 这款电影中秋大月饼 绝对是味道丰富 有层次 就快来看看 作为强跑中秋档两天的风暴 无疑成为中秋档头部影片 影片主打的灾难类型 在国产电影中属于比较稀缺的类型 两年前 刘伟强指导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中国机长便属于同类题材 取得了不俗的票房 电影风暴中 朱一龙和黄志忠饰演一对父子 焦俊燕 陈述 饰演两个女性基建工作者 片中除了争分夺秒的救援场景 两代基建人的父子情 也是一大堪点 风暴嘛 因为是中秋上映的新的电影 然后而且我很喜欢这类题材的电影 然后对里面的故事情节 父子怎么处理这种关系也很感兴趣 所以想来看一看 中秋节档期讲述亲情故事的 还有徐帆 张静怡 许亚军主演的 《关于我妈的一切》 徐帆在影片中 饰演一位典型的中国妈妈 季佩珍 我刚看完《关于我妈的一切》 前几天点映的时候 我就看了这个电影 特别感人 正好感受中秋假期 我就带爸爸妈妈一起来看 看完之后感触特别深 觉得母爱特别伟大 他们所想所做都是为了我们 通过这个电影之后 然后我们也加持了一下 这是感情 除了亲情片 中秋档还有青春片 《我的青春有个你》 电影启用全新面孔主演 沈腾和姚晨 已在片中有磕串 备受瞩目的 还有贾张柯新作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这是一部记录电影 重新注视社会变迁中的 个人与家庭 展现中国往事 此外中秋档还有 于谦主演的 萌宠喜剧电影 《狗果定理》 麦哲伦《怀游历剪记》 摇滚藏敖 蓝色光芒等十多部电影 也有适合孩子们 喜爱的动画片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假期 只隔了一个礼拜 然后中秋节这边的假期 那个影片可能就是 试探力保险的比较少一些 但是作为为国庆节 做预热来说的话 这个影片还是比较适合 全家人来看的 现在除了情侣 一家带着父母 孩子来看电影的人 还是很多 记者孙君同号报道 互动新主播 热榜我来说 这月饼有多少种吃法呢 去咬着吃 切着吃 最近两位外国人 解锁了这个月饼的新吃法 这样 咱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老外 上我们在那个吃早餐 自己带的月饼 选用要放在胡辣汤里泡着吃 然后还泡酸辣粉吃 还建议我们胡辣汤 配月饼比较好吃的 我不能泡太长时间 因为这个辣椒味太强 能加一点 不让这个月饼好吃的 如果别人能感受这个感觉 感受这个味 一定会有好人喜欢 胡辣汤 酸辣粉 泡月饼 还让人家老板在菜单当中 增加你的这种新吃法 哎呀 看你是外国来的 我就不说啥了 就各位 就是你哪怕你说你蘸醋 咱都要点靠谱 对不对 毕竟咱们中国人吃啥带馅的 他都愿意蘸醋 是吧 包子 饺子 这个烧卖啥的 是吧 你吃月饼 你蘸胡辣汤 那这绝对是黑暗料理了 但是我突然理解了 意大利人看见披萨里边 有菠萝的绝望了 但不管怎么样吧 各位 你吃得开心就好啊 说 节日期间 铁路部门精准实施 一日一图 灵活调整列车开行计划 9月19号 预计安排 加开旅客列车705列 昨天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约1050万人次 运输整体平稳有序 说 有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 湖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的 首届中国武汉 文化旅游博览会 将于11月5号到7号 在湖北武汉举行 将展示 中国文化旅游的 最美风景 最新成就 以及最具代表性的产品 说 第四届 全球水产养殖大会 将于9月22号到25号 在上海举办 这是该大会 首次在中国举办 目前报名参加 本次大会的 共有2700余人 来自120个国家 地区和经济体及 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 目前中国养殖水产品 占世界水产品养殖 总产量的60%以上 说9月19号 一则9月20号起 厦门国内出港航班 取消的消息 在网上散播 记者随后向下航方面求证 这一消息并不属实 据了解 20号当天 厦门高崎机场 仍有国内的出港航班 后续每天还会有 国内出港航班 说8月28号 天津的程女士 通过中国邮政EMS 向河南宁陵县周大福 邮寄275.06克黄金 总价值11万元 8月30号 快递到商丘中转站后 黄金却不见了 物流信息暂停更新后 显示已收获 目前经调查 已确认这次包裹丢失 视为内部盗窃 目前丢失的黄金 已找回250多克 相关人员 正在进行调查处理 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说新闻 我们来关注全国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 据国家外建委统计 9月19号0点到24点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49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 云南9例 上海4例 浙江2例 广西2例 四川2例 福建1例 山东1例 韩3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浙江2例 广西1例 本土病例28例 均在福建 其中厦门是16例 莆田是7例 泉州是5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2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均在上海 而这轮厦门疫情的起源也查明了 昨天福建省厦门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最新情况 根据发布会的通报 经过流调溯源 经过专家组的研判分析 厦门本次疫情起源是外事输入病例 在工堂等人群密集场所爆发和扩散 在首次报告病例前 已经传播2到3代 导致疫情严峻和复杂 通过组织对阳性样本进行基因测序 检除28份样本都是德尔塔变异毒株 而且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条 昨天下午福建全州也通报了 三例新增的确诊病例都在安西县 安西县首例新增病例有厦门就医史 之后引发了家庭聚集性的感染 这三个病例来自同一家庭 三人都是9月18号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福建近江市昨天也通报了 两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情况 这两例都与已被确诊为 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廖某宣祥关联 9月12号 近江市疾控中心通报了廖某宣的活动轨迹 他的密切接触者 次密切接触者 也都进行了集中医学观察 而9月18号 廖某宣的父亲廖某峰 和另外一位密切接触者 一某连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另外莆田市在18号也新增了 四例本土确诊病例 在先游县 四人都是境外输入关联确诊病例 四人都是中国籍 三名血厂员工 一名小学生已在市定点医院 隔离治疗 自9月10号以来 莆田市已经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183例 先游县182例 历程区1例 目前183人都在住院 没有死亡病例 另外还有三例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 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科学防疫需要大家的配合 严防严查 大家一定不能松懈 好 说点下我们新闻继续 三位航天员安全回家 但是关于他们的话题 还在继续 更多的秘密还在一一解码 还记得他们在着陆的时候 工作人员把出舱后的航天员 抬上了轮椅 一旁有医生 护理车都严阵以待 这有人就问了 为什么需要抬到椅子上 不能够自己站起来吗 其实大家是有所不知 大家看到航天员出舱时的 得体的微笑和淡定的挥手 那个都是他们拼尽决力的表演 那么航天员的身体 都在太空当中经历了些什么呢 首先就是终极版的晕船 晕车我们都体验过 非常难受 那相比于晕宇宙飞船 晕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宇航员在刚进入太空时 突然失去重力的指引 每天都像是在大摆锤上 被狂甩一个小时 虽然上太空之前 航天员们都进行过 严苛的对抗训练了 也有药物来帮助他们 缓解这个运动症 但是那种失重的感觉仍然存在 危害第二条就是骨头片脆 太空环境就像一个加速的老化器 航天员的骨流失速度 大约是地球上的40倍左右 它们的骨密度会快速降低 骨骼会变得很脆 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骨折等等的症状 但是稍微安慰的是 这个过程是可逆的 只要恢复得到 两到三年就可以康复 相比这个骨骼 太空失重 还会把航天员身体里的体液 来进行重新分配 在这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图 宇航员在进入太空之后 重力和人体系统的较量改变了 导致体液往上半身集合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 航天员们都变成了 绿巨人的那种体型 面部和上身明显肿胀 腿和腰就变得细到怀疑人生 其实刚才说的身材改变的都是小事 关键是这种压力会导致血液冲上头部 压迫心脑血管 伤脑 同时也会影响航天员的视力 甚至丧失 味觉 嗅觉和听觉 有一些情况严重的 终身都难以修复 还有更可怕的危险 就是返航惊魂 人类自从开展载人航天活动以来 已经有22名航天员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其中11人都是在返回着陆的过程当中牺牲的 返航是航天之旅的最后一步 也是跨越生死的关键一步 从飞船进入稠密大气层 紧接着在距离地面大约80公里的时候 会进入黑障区 在距离地面10公里的时候 20几秒之内爆炸开散带来的剧烈冲击 巨响瞬间过载 对于普通而言都可能是一种毁灭性的 但是航天员必须要扛下来 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微笑和淡定 但是对于航天员来说 无论是身体上的伤害还是生死挣扎 这一切作为我们普通人 都是很难感同身受了 真的是了不起啊 苟立国家生死以起因护福 辟屈之 致敬航天英雄国事无双 航天员能够安全地返回 我国的航天事业能够突飞猛进 都离不开默默奉献的背后英雄 现年101岁的陆远九 就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他是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 是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 对于航天事业呢 陆老有一句话让网友们非常动容 那就是上天的东西啊 99分都是不及格 这句话的背景呢 是一次发射失败的教训 1996年长征三号已发射失败 刚刚起飞就倾斜失控 22秒之后正山爆炸 当时已经76岁的陆远九 第一时间赶到了西昌调查事故原因 经过三个月的不眠不休 陆老终于找到了癥结所在 是火箭所用的惯性器件出了问题 也就是从那次开始 陆老对航天人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个发射火箭 尤其是在人的 在人的 是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我提的要求 99.9% 就稍微留一点余地 所以这个条例 就是这么严格 陆老 您觉得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科学精神啊 一定要认真 老老实实的干活 陆老说啊 老老实实干活 老老实实做人 不能说任何假话 懂就懂 不懂 不能装懂 这就是陆远九心中的科学精神 也是中国航天人的科学精神 陆老的这番话呢 让我们很受鼓舞 觉得胸中有热血在涌动 向陆老致敬 也向中国航天人致敬 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最后呢 我再来说一个 政府人性的好消息啊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目前呢 长征七号 瑶四运载火箭 已经完成推进器的加注 计划呢 于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十五时取 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中国航天加油 加油啊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如火如荼 进行中的全运会 昨天呢 第十四届全运会赛艇项目 完成了所有单向的争夺 那么在男子轻量级双人双奖 和女子八人单奖 有多少两个单向比赛当中呢 辽宁队又收获了两枚金牌 在辽宁体育代表团 征战全运会的历史上 赛艇一直是金牌大户 本届全运会 辽宁赛艇队再度捍卫自己的荣誉 昨天下午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奖决赛中 有两队辽宁选手 孙满 赵国强排在第二道出发 两人配合默契 最终以6分25秒14 力夺冠军 为辽宁赛艇队 收获本届全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非常感谢家乡人民对我们的关注 非常高兴能代表辽宁 为家乡征得荣誉 我们也要把这份喜悦 分险给家乡人民 下一步我们一定会 更加刻苦努力地训练 争取为辽宁 为家乡征得更多的荣誉 把辽宁分立金额的体育精神发扬光大 随后进行的女子八人单奖 无剁手决赛 徐飞与队友以绝对优势夺冠 在奥运会夺得铜牌之后 又收获了一枚全运会金牌 从奥运赛场到全运赛场 家乡人民都是我背后最坚实的一套 未来一定会把辽宁的体育精神 发扬好 传承好 至此 辽宁赛艇队在本届全运会 以三枚金牌收官 本台记者西安报道 好 说明下 下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赛场 全运会的游泳比赛拉开大幕 首个比赛日日此前在东京奥运会上 拿出了出色表现的国家队选手 不负众望 在男子400米混合勇的项目上 奥运冠军汪顺是如愿夺冠 拿下个人第10块全运会的金牌 另一位奥运冠军张宇飞 也是顺利进行女子100米的谍勇决赛 嗯 汪顺真的是太棒了 他以4分12秒76夺得了金牌 实现了这一项目的三连冠 从2011年全国游泳锦标赛 夺得男子400米个人混合勇的冠军 并打破亚洲技术之后呢 汪顺在长达10年的时间当中 在国内的男子个人混合勇项目上 一直保持了王者之姿啊 三连冠啊 恭喜王顺了 另外呢 在举重赛场 人们也再一次看到了 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巅峰对决 比如说东京奥运会冠军李文问 力压李渊奥运会冠军孟苏平 站上了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最高领奖胎 咱们呢 祝贺文问 全会的体操项目呢 19号也正式开赛 当日进行的是男子玉赛 肖若腾 林超潘 刘洋 邹靖元 尤浩 孙伟 等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是西数登场 在东京奥运会收获三枚奖牌的肖若腾 成为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的人气王 没错 女子体操这边呢 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平衡目冠军 在全运会赛台训练的时候 再现大家熟知的戴鼠摇动作 调皮可爱啊 这调皮可爱的戴鼠摇动作呢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 管辰是小女孩的本质啊 是 本届全运会体操比赛将于26号结束 共有来自全国21个省区市的运动员参赛 产生14枚金牌 我们也期待更多精彩的时间 好 接下来呢是一组最新消息 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美国亚拉巴马州2020年的死亡人数 超过出生人数 这是该州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说西班牙度假圣地拉帕尔马岛 19号下午发生火山喷发 山顶有巨型烟柱喷出 随后多处岩浆喷发并引发山火 目前当地5000多名居民和游客被疏散 拉帕尔马岛是一座火山岛 上次火山喷发是在1971年 说南非约翰内斯堡市市长乔利迪马同哥 于9月18号晚陪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参加活动后因车祸去世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城市 前市长因新冠肺炎不幸去世以后 乔利迪马同哥于2021年8月10号就任该市市长 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于19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警察在现场发现一名手持枪械的男子 该男子年龄18岁 目前已被警方逮捕 此次枪击事件的动机和具体情况 仍处于调查之中 说当地时间19号 德国总理府部长布劳恩 拒绝了德国法定健康保险医生协会 提出的在10月底取消所有防疫限制的要求 理由是秋季还可能出现新一波疫情 说18号 法国高空杂技演员内森波林在巴黎 这视频之前咱们得说啊 学生宿舍禁止开火 学生宿舍禁止开火呀 各位请看啊 在重庆万州一高校学生 在这个宿舍里边啊 是偷偷的吃火锅 还发网上显摆炫耀啊 哎呀这一显摆招来人了 这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了举报 顺着网线就找到了视频中的宿舍 哎呀仨人吃的还挺香啊 这围坐着来顿火锅 确实挺有仪式感 但是规范用电 它才有安全感呢 好说天下我们来关注一起突发事故 昨天下午17点左右 贵州六支特区赃科江发生一起客船测翻事故 截至目前共搜救出40人 其中30人安全 10人救治无效死亡 经排查仍有5人失联 客船驾驶员杨某某已在事故中死亡 经核时呢 事故的客船属于民营企业 西陵航运公司 核载40人 事故发生时呢 存在超载问题 船上乘客主要是赃科镇的中学生 由于赃科镇将水域宽阔 客船呢 是赃科镇严和学生往返的主要交通工具 根据了解 客船航行途中曾经遭遇突发性强对流天气 当地气象部门分析显示 9月18号傍晚 六支特区 桑科镇出现雷震与天气 局部风速达六级 首位发现 翻船事故的是 是村民赵先生 他赶紧的驾驶自驾的小船 前往事发地点 先后救下了9名学生 随后救援人员也从乡镇赶到了事发地 敲碎客舱玻璃 又救出了几名孩子 有不少当地的村民加入了救援队伍 男人下水去救人 女人呢就回家拿衣服 给被救上来的孩子披上 救援人员 医院的以及孩子的家属赶来的时候 他们还在家热饭热菜 给救人的还有孩子 以及孩子的家属送去 事故发生之后呢 当地一共组建了17支救援队伍 出动了845人次展开搜救 目前失联人员搜救 伤者救治 死者善后 家属安抚等工作正全面开展 事故原因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好 说天下 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说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 对于贵州开阳县公安局 南疆派出所所长 刘天舟的妻子来说呢 这将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中秋节 因为就在昨天 她的丈夫终于醒过来了 说呢在9月17号的下午1点左右啊 刘天舟呢在出警回锁途中 发现一些群众正在焦急地 跑向一村民家中 口中还不断地呼救 凭着职业的敏感性呢 她也立即赶往事发地 原来是由两名村民 无声跌落家中的划粪池 刘天舟在划粪池洞口查看 发现两名村民呢已经失去了意识 因为洞口太小 也无法使用梯子下洞施救 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 她不假思索地就跳进了划粪池 划粪池中的沼气浓度 让她呼吸困难 连事件也因此受阻 营救工作十分的艰难 但她们还是坚持 将一名村民脱举到洞外 就在她想要继续营救 第二名受困村民的时候 却因为吸入了大量的沼气 昏迷在现场 所幸的是呢 经过在场民警 还有村民的合力救助 刘天舟以及另外一名村民 被先后救出 并且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不幸的是 一位村民没能抢救成功 而刘天舟也在重症监护室 抢救了近20个小时 目前呢 刘天舟已经恢复意识 也被转移到了普通病房观察 对于网友的关注呢 仍有些虚弱的她 尽了个礼 当时呢 没得选择 要赶快救人 是个警察都会这样来做 这句话真的是 让网友瞬间破防啊 有不少人留言 真的是英雄 谢谢你 为什么我们能够 享受如今的静好岁月 是因为有很多 你不知道的无名英雄 在默默守护 不久前呢 在广多惠州 一块一等功臣之家的牌匾 被送到了00后下市 王子浩的家中 这份荣誉 对于王子浩来说 当之无愧 2020年7月 他和战友担负 颇阳胡刘玉 抗洪抢险任务 连续奋战了八天七夜 双臂被晒伤 皮肤大面积溃烂 让每一个看到的人 都万分心疼 但是他却说啊 我觉得手上这些伤口水炮 是我的军功章 我十分的光荣 除了在抗洪抢险当中 奋不顾身 打击犯罪 他也冲锋在前 2021年正月初二 在江西上饶 德星一起命案 武装搜捕行动当中 他和战友深夜出动 连续三天三夜 历时73个小时 协助公安机关成功抓获了 恶性杀人嫌犯 屡历功勋的王子浩 被总队表彰为 第三届十大红星标兵 还入围了第二十四届 中国武警十大中城位置候选人 这就是我们的零零后 关键时刻拉得出去 顶得上去 勇于担当 人民的守护者 感谢游礼 说近日啊 三头野生大象 是大摇大摆的 就进入了云南 墨罕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岔河分站 吃了蔬菜水果 还和警犬呢 聊了会儿天 看看各位啊 这悠杂悠杂的啊 看看这儿啊 臭臭嫩啊 你看这地方不错呀 有时有分还有玩的啊 就发现野相闯入之后呢 这岔河分站啊 立即联系了当地森林保护站工作人员 到现场进行指导 并监视大象的行踪 同时呢 通知边境派出所派出警力 对周边的道路做好警戒 对围观的群众进行及时的疏散 当天 这简直就是野相一家的一日游啊 三头野生亚洲相 在边境站内逗留了两个小时 啃了四棵椰子树 五棵果树 还吃了菜地里边种植的蔬菜 二十斤 这才慢悠悠地离开了 返回自然保护区 行程很满意 吃饱喝得了 打道回府吧 说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 大熊猫三胞胎也过中秋 还吃了特制的月饼 三个宝贝的口味不太一样 萌萌比较挑食 吃的是冰块和水果混合的冰月饼 两个弟弟帅帅和酷酷 则吃了竹笋和水果做的月饼 别样月饼庆中秋 同乐同乐 说日前 法国凯旋门包裹项目正式展出了 整个凯旋门被2.5万平方米 可回收之物完全包裹 并用长达3000米的红色绳子固定 许多游客在凯旋门下拍照留念 这个项目是保加利亚已故艺术家 克里斯托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构思 如今梦想成真 被包裹的凯旋门艺术项目 将对民众开放到10月3号 说近日美国渔民在佛罗里达州海岸拍了惊人的一幕 他们捕获到了一条小鲨鱼时 船员们看到海水深处有三个巨大的阴影 原来是一群一式石斑鱼 突然一条石斑鱼浮上海面 一口吞下渔民捕获的小鲨鱼 据估计这条石斑鱼至少重达450斤 说我最近国外一名五岁的女童备受关注 因为她能用双手双脚蹬着墙角的两堵墙 将身体支撑在半空中 然后爬到了房顶 看起来毫不费力 她的家人用相机拍下了这一行为 分享到网上 网友都被她的能力震惊了 朋友回来 今天的混沌话题是说一说你和月饼的故事 咱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这位网友名字叫做XY 他说了 说这个小时候不太喜欢吃五人的 看到里边的绿丝丝 挺吓人的 现在却爱上了五人 前几天还看到了13人 这是升级版吗 说实话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这个还有李文新桥说了 说辽宁有巧克力馅的月饼吗 我非常的喜欢吃巧克力馅的 咋的 如果有的话 来咱们辽宁过中秋啊 这个小小黑罗说了 说中秋的月饼代表的是团圆 每一次悄悄回去后 都能看见爸妈无比开心和激动 这每一次你都来惊喜